開 來來來,有沒有 這就是這個概念 有七段風速 開得了 我照顧到這個 不要跟他混用工具 來整一台 新的 看畫面照片會不會到 要整這台新的東園 TECO 16吋DC MOD 遙控的這個 泥百火力散 台灣製造 看得出來這個Local 這樣看一下都不能夠力 來 X1 1657 BRD 出正場 看看這一台好不好用 好,我們現在就來 然後我們打算拿好 直接一進到底 我們不另外 去堅持 做其他這個 這個用法 這樣子 然後 因為這一層樓的 這個 剪刀 消失已經久 所以不可以只好用這個 指甲刀 來做彩虛 來做彩虛 不好彩 小心小心 危險動作 好 然後 來 把這個 打開 現在是用GoPro做錄製 所以有點小 請大家見面 然後咧 把側面也是用這個 刀 來給他做一下 開口 其實指甲超意外的好 作為在開箱的工具 也很意外 其實我不知道指甲怎麼好那麼好 使用 好 現在 再把它 打開 等一下裡面應該是再也不需要 要任何剪刀 之類的這些 東西 把它換個方向 好 啊現在咧 首先拿出來 第一個東西 現在 底座跟電風扇 幾乎都連在一起 就是這樣 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懸念 所以我們也是直接來把它解決掉 直接把它組裝在一起 裝完再來裝 風扇 液片的部分 到現在到目前大概是一分鐘而已 差不多兩分鐘左右 好 現在我們來 裝一下 裝一下那個風扇 風扇一定是下面一個平台 現在都很方便 一個平台 然後上面一支這個 它本身的這個裝柱 所以很簡單 而且你看它都不需要任何螺絲 跟那個 所以基本上你也不需要看作品書 這個 規格 大同小異 都是這樣子 底座穿過來 然後把它鎖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尋找我們的底座 先讓我們自己做 那這個應該會有在這裡 那這一塊都會附在這裡 之前我頻道上還有另外兩個裝電風扇 的這個影片 歡迎大家收看 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我記得 可以把它戳回去一點 好想起來了 這個可以把它先拉高一點 那這邊會積斷線 那積斷線你就 會卡住很不方便 所以先把它往上拉 你把它往上拉 然後再把這個線的一起上去 小心 我差點被打到頭 還蠻高的這樣子 好 然後這種情況下 一定要小心不要壓到這個 線段 可以 我是希望說能夠讓它盡量的高 然後這樣我等一下再裝這個東西 才不會把這一段線壓在裡面 但不知為何好像 對好像沒有辦法從外面去 控制這一段 的長度 喔又不可能把它壓在 正下 我感覺 這樣 好像也不對 看一下該怎麼辦 奇怪 應該要不能說回去 要不能那個 還是 喔 有沒有可以這樣子 它可以先抽到這一根的本體裡面 其實這樣 這才比較特別 這樣它以後才可以伸縮 但是我覺得還是沒有很密啊 不是嗎 好 這樣至少它不會凸出來 所以用這個神奇蘭法界效果 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好 這樣之後勒 再來 再來 把它底部 做一個安裝 好 好 大家 我們就已經確保說 好 這個底部 好 這樣按 好 安裝 最重要的一步完成了 好 再來這個 這邊就比較沒有問題好 這樣安裝完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 拍拍到這個頭部 拍不到 好 把這個頭部壓低一點 好 這樣子 再開始組裝這個風扇 這邊就 大同小異 我還沒看過有哪一家是長不一樣的 熟 先把它轉下來 好 先裝最裡面 然後裝葉片 裝 轉進去之後 在這個 最近我們在插行過 兩支電風扇 記憶遊戲 接下來 還蠻大的 好 好 這邊 好 一樣 漆片式的這個葉片 所以理論上這個風扇應該會非常的 柔和 好 這一片裝進去之後 就把這個轉緊 看一下緊在哪一邊 所以 我還蠻喜歡組裝電扇 因為其實蠻快的 就是它不會有什麼 很困難啊 什麼 之類的問題 好 這個盡量轉緊 它在轉燈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什麼 異音啊 之類的問題 好 OK 然後 裝上我們的風扇 其實以前我想說 這只是酷炫 然後我還發現官網寫說 這個 不管七片啊 就是會比五片 三片 來的更加柔和 更加那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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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出去了 然後 這邊緊 好 有 這樣就完成正式 大功告成 好 小心 2 3 好 這樣就是確保 整個 功能的 組裝 都完善了 好 這樣子 OK 這樣就會量了 好 好 接著呢 在最後一個步驟之前 我們先 把這個 對手的面板 把蓋上去 再來充電 不要開玩笑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這個也是有時候最惱人 就是你發現裝完之後 萬一它沒有對準 卡榫卡不上去 所以現在真的很方便 就是你整個電風扇 它都幫你整個模組化做好了 你沒有什麼 做錯啦 或什麼 這個好好蓋喔 你看 直接就蓋上去 它沒有什麼 事物什麼卡住的問題之類 完成 很優雅 OK 至於 這 這一包 我幾乎都沒有在用 好 接著最後的測試就來了 我只要確定能夠通電 就大功告成 而且其實我們可以再裝更快 但是我們邊聊天邊 邊 做 就是一個 分享 好 來 差點 不然 應該會滴一聲 沒有滴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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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沒有卡 水 有有 還是會滴一下 水 完成我們的組裝了 這個鋒利 你就直接從這裡切換就好 它有這個 智慧風 旁邊就是模擬那個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舒眠風 自然風 三種模式 我覺得跪是跪在這邊 啊 另外一個就是它這個 它沒有任何控制 所以它那個 擺不擺頭 你可以用 搖晃器來開罐 我這邊看一下風量 哇 帥 喔 哇 帥 然後定時 它預約開耶 好可愛 喔 預約開始 你關機都才可以用 好 現在已經 預約關 然後 智慧風 好 然後這個 舒適風 所以這三種模式 跟 Echo 只能夠選一種就對了 好 反正它會自己幫你解決 好 接下來呢 我來研究一下 在它吹的時候 還蠻涼的 哈哈 就 其實那麼大一個在耳朵旁邊 你不會覺得很不舒服 還是很吵 之類的 是淺化之類 我記得買這個好像 兩千多 啊 因為有這個打成的 所以我可以 這裡還有 產品說明書 保證書 這樣子 就放在盒子裡面 好 然後在這裡咧 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 這個正式給它裝上去 好可愛 就是讓你放咬空氣的地方 哇這個之後 可能給家人用 然後或者放在這一間裡面 他的這個擺頭 只有開箱才有的畫面 其實他的這個長得跟那個 森寶超像 有搖頭 搖頭是用這個控制超好笑的 所以這個壞了不就完蛋了 但前面幾台我買過的這個電扇 都過好幾年 他依舊頭好重重 所以應該是不用煩惱這個問題 然後 風量加減 正常運作重 功能都正常好 還預約開關 開關 開關 所以我可以在很遠的地方 例如說我人走開 可以去 公體收集團 我覺得好不需要了 開關 關 唉呦 我覺得好熱喔 走近一點好了 開 有沒有 只有這我蓋一點 有了七段風速 看來是名不虛傳 我本來一直想說有時候 可能是一個什麼廣告噱頭之類的 來看這一台 而且16春 風切聲沒有很大 好滿如何我的意識跟需求 好 放鬆 好 然後把這個 我是都會把 這一包沒有那種配件袍 把它這樣子黏在 說明書上 這樣就一定會找得到 好 OK 安裝完成了 好 今天我們安裝這個 神奇電風扇的一個過程 希望大家喜歡 你有任何想看的類型 因為我覺得就是 拍頻道的一個初衷 不好意思 14分鐘不小心講完了太久 哈哈 一個初衷這樣子 就是 我的生活 我自己想 所以你有什麼想看的類型 如果我能力所及 剛好有要做 我就儘快來分享 優先來剪輯 這樣 感謝大家收看 我可以說 我可以跟它們一起去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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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起去電話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